诶宇天,你知道吗?身为一名合格的坦克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吗? 什么条件? 要大! 要大! 要凶! 要凶!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哦,还有什么? 要烧啊! 诶,烧啊! 哈啰,大家好,我是阿克! 我是宇天! 又到了两位老色批指揮官和FG妹子一起冒险的荔枝故事啊! 每次都说荔枝故事,还不都要一赢? 什么一赢? 这样干的话,是巴掘人才好吗? 啊,行行行行 当然行! 那上次的影片呢,我们介绍了比较主流的四星战神 那今天呢,就让萨克和宇天再补充一些实用功能向的四星给大家 方便大家搭配队伍啊! 没错,就让我们开始吧! 萨克,开头说到合格的坦克都要又大又凶,这是真的吗? 是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第一次要推荐的是艾卡西啊! 哇,这不就是那一只大到你滑鼠都不知道放哪里的妹子吗? 嘿嘿嘿嘿嘿嘿嘿,没错啊! 虽然呢,有点私心啊,当然是推荐大家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漏盾和队伍的软体总是被擒场的话呢 这位大姐姐是你不错的选择哟 除了很大之外,她还有什么优点呢? 首先,她的三技能可以帮全队提升防御力还有使自身无敌看着精美的动画 我的砖头!可是是突破天际的砖头啊! 哦,好热血啊!这又是哪部作品的梗呢? 天原突破红颜罗颜,有没有看过? 没有耶,是怎样的作品啊? 呵呵,没看过也没有关系啊! 因为天原突破改编的手游已经开始封册预约报名啦! 这部日本动漫史上最热血、最大、最无敌的超级系机器人 即将在5月17号的封册中与玩家见面 不只原汁原味还原西蒙与大哥卡米娜一起突破天际的热血故事 玩家更可以在游戏中见到作品中的机器人的招式还原 再搭配上对位的BGM和日文CBL 绝对带你回到2007年高举手臂、画作砖头 一起炒天际突破的瞬间啊! 希望制作组可以把最终绝杀的名场面还原 拿银河系和行星互相乱丢真的是懒得爆啊! 天上、地上打不够,还飞到宇宙去打啊! 是啊,机器人后来比银河系还要大啊! 这种懒的场面有没有看过啊? Roll roll,Fight the power啊! Fight the power啊! 还不快去预约啊! 被这招砸到的敌人除了要吃LE伤害之外 还有可能命中率下降,让你的队伍更安全 可是都要打人啊!坦的部分呢? 难道只剩下大吗? 不要急啊!乃滋啊!要慢慢欣赏啊! 艾卡西亚的最大优势就是二技能会帮队伍分摊伤害 是的!帮全队分摊伤害! 不只是这样哦!二技能还会被动增加最大血量 玩法很简单,先让艾卡西亚放完大绝之后呢 再用捕师维持他的血线 这样队伍就多了一个随时随地帮忙坦伤害的大姐姐了 真的很大啊!全都坦! 通通被欧派坦下来啦! 扎克,这只角色都在挨打,太悲惨了 有没有凶一点的坦克啊! 开什么玩笑?当然有啊! 这边的推荐你可以练德拉 哦?这只角色的特色是什么?很凶吗? 凶的咧! 你PVP时常被流离的三技能加二技能直接带走大部分的成员吗? PVP常常遇到讨人厌的先手LE吗? 用德拉还击这些小鸡巴人吧! 只要你配上了反击套装 这只角色在被攻击后就有50%的几率缓击你的对手 同时不管是用单体攻击或是被AOE掃到 他都会请你的对手吃地毯式轟炸 吃好吃吧! 一言以蔽之,只要被打到就有机会赏对手吃一发AOE 炸烂啊! 炸烂啊!被轟炸到还有机率被晕眩 打PVP的时候通常对手的主C如果不是特别配防御或血装的话 被反击到基本上就要去啦! 他的三技能也是AOE伤害 同时也有35%的机率可以晕眩对手 幸运一点的话对面阵容可能就被你全晕啦! 还会控场啊! 专门放在防守队伍恶心别人用的啊! 大客很大很凶的角色都说完了 可总觉得少了什么啊! 雨天不要急啊! 这一集一定介绍又大又凶又少的内容给大家啊! 最后一支坦克让我们介绍青睛骑士奈莫菲啦! 哦!感觉像是有容乃大的大姐姐啊! 没错啊! 这只角色的强大之处就是你只要把他摆进队伍内 他的二技能就可以无条件降低所有军被暴击的伤害10%啊! 直接削弱对手的暴击伤害10%呢! 是的!防止友军被LE暴击秒杀 就靠这位又烧又打又凶的姐姐了! 由于二技能会赋予自身防御60%的防护罩给全体友军 建议大家可以称高该角色的防御力和血量 对了!只要他在场,他自己回合结束之后 全体友军会恢复自身5%的最大血量 还可以乃队友啊! 真的太烧了!全体受惠啊! 乃子唯一真理啊! 同时呢!他的三技能在点到加5之后呢! 更可以100%几率使全体敌军命中率下降 让对手的攻击产生各种偏血! 诶!让你打不动他啊! 连状态都不给你上啦! 但是呢!这只角色的伤害呢!就不用太期待了! 他完全就是个辅助兼具骚扰的坦克啊! 我也想被这样大姊姊骚扰啊! 谁不想啊! 以上呢就是三只实用的坦克型辅助主角 下次有机会呢我们来介绍四星的-C 也就是辅助组C打更高的小伤害的队员们 卧isc!我们下部影片见咯 拜拜! 我是宇天 大家拜拜